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小姐 你好 董事長 你好 我想問安達 今天升市那些 我想問是甚麼價位可以買 還有我問到一隻東京營壽 現在16個多元 我想問這兩隻 是甚麼價位可以買 好 看看安達 2020現在股價16.72 跌幅矮近半成 見到它的消息 就是公司公佈首席財務官 林昇平已經提出辭請 並且同時辭去公司秘書 副總裁兼公司授權代表 將會今天立即生效 請辭的原因 是因為需要投放一段時間 照顧家庭 集團就說臨戰將會接任 首席財務官 公司秘書兼公司授權代表 都在今天生效 何叔 是否見到管理層變動 所以股價出現了這樣的異動 其實都可能 不是完全這樣的原因 因為早前升得比較多 體育用品相關的生意 過去一段時期是比較亮麗 不過我要補充 由股市的持續下跌 其實整個零售業 內需業都會受到影響 不用說它 看康師傅賣碗 即食麵的業務都會倒退 可想而知 由24元的高台落到近期的低位 已經沒有了30% 你想搏反彈 這個無可厚非 不過謹記了 一跌穿16元 就要小心 因為這也是早前一個低位 跌穿了代表沉底的形態 不斷變差 初步的阻力暫時在18元 如果相對它和中人售來比 我覺得中人售 反而比較可取 雖然市場對它 增持的說法 銀行的看法 是有少少保留 但無論如何 估計已經下跌了 近日不斷在16.0至17元之間 反覆上落 相對一個月的低位16.2 今天少少是穿了底 但不要管 16也好 16.6也好 16.2也好 都是同一個區間 如果真的作一些 中線少少的部署 問題就不太大 但如果純粹短炒 跌穿16元就要止蝕 初步看上去 如果有反彈 或者A股能夠進一步向上升 中人售的股價 回到17.5至18元 我相信也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進就可以供 退就要看你願不願意去守 因為A股的走勢 暫時來說有少許短定 但我覺得 都是比較難看 因為成交金壓疾真的疏落 以及內地投資者對股市的信心 根本上已經沒有了 所以就算A股稍為轉定有少許反彈 也只是技術上抽勝 不應該是一個中期升浪的開始 至於兩會之後有甚麼政策出來 暫時來說不知道 但是市場一般估計 都是針對相關經濟的板塊去施行 包括環保 或者一些一路一帶 投行等相關政策股份 可能會略為受惠 但就算有炒作 也是比較短的 不會太大 所以任何環境 現在入市的話 第一 先考慮自己的防守能力 如果你沒有足夠防守能力 純粹是短炒的 這樣就問題不大 只剩下止蝕位可以 止蝕位的下設 看看自己可以承擔多少風險 明白 都要有些心理準備 胡小姐 還有其他股票問題嗎 我想問268金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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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5.31號的位置 我想問有甚麼價錢 可以買回一些 溝彈 明白 見到268金碟 國際現場去到2.5號 5.31號買入 沒有了一半 郭Sir還想溝貨 見不見到他溝貨 其實來到現在 不溝貨就不知何時見到家鄉 這個我也承認 五個多人錢買 早前跌到2個多 之後有個反彈的 其實去到去年11月份 升上4元4個多元錢 輸都是要輸的 肯定離場 當然不肯 看到我兩看 就跌回來了 來到現在 就技術上來說 大概是2.4左右 是有一個比較強的支持 這個也是屬於短期 比較重要的防守性的據點 經過這一兩天的稍微反覆之後 技術上 由於又再跌穿10天和10天線 這個走勢似乎比較差 簡單來說 五個多人的售貨 沒有做風險管理 看輕了 老實說 現在不見了50% 有時炒賣股份 不對板 你要走就走 你不捨得走 你只會是越輸越多 到最後輸的錢 一定是比你估計中為大 幸好來到現在才溝通 如果這一手貨 溝通過當然好 如果溝通過跌穿2.4 很可能你會用短線炒作 這樣就輸了算了 做得到的 現在這個價錢買回來 都沒甚麼所謂 因為這一陣由四個多元錢 跌到現在水平 已經不見了30多% 如果單單說一個中期的調整 這個幅度已經足夠了 況且近期來說 2.4已經是兩度獲得支持 很明顯看到 這也是短期暫時的防守性支持 相對現在這個價錢 買下去 其實承擔的風險 真的不是太大 任何反彈 第一個阻力是2.8 即是說現在2.4 2.8 大概四胡子之間 走上走落 看看到底是穿頭 還是破腳 如果你是拿貨少 你買少少的 我沒有太多意見 但是拿貨多 就不要亂加住了 好明白 我們看看 豪賭股都今天公佈了一些數據 澳門博彩收入未跌到195億 其實是好過市場預期的 看到市場原本就預期是跌2% 但是出到來是按年跌0.1% 而今年後兩個月的無收入是382億澳門元 按年下跌11.8% 雖然數據都是下跌的 但是已經放緩了 那部分 角色 你看看澳門博彩那邊的數據 是否都顯示他們是見底回戀 最壞的時間 據說已經過了 這點我沒有太多的意見 但是會不會太快復甦 我看到未必 有兩個因素 第一 內地的反貪反負仍然都還在延續 第二 就是經濟下降的勢頭 股市下跌的幅度 都會有負財負效應 有能力的 當然可以盡量娛樂 去玩 去或去博彩 但是 有一部分 已是今年比較緊 我想現在這分鐘 沒有太多心情去澳門 做一些博彩 當然 大眾去澳門去旅遊 仍然很多 但是 這些人流 很可能 旺丁 未必旺財 加上不斷有新墻的落成 最終要等到整個博彩氣候逐步回暖才行 現在這一分鐘在股市低迷 經濟持續下限 加上反貪反覆之下 我不覺得博彩業會太快進入復甦 只不過跌到某一個水平比較低的水平 只要它不會再差下去 它應該可以斷定下來 簡單來說 最壞的時間可能過了 不過未必代表復甦期會馬上出來 如果要買澳門博彩股 始終都要採取取低賣的政策 任何技術上反彈超過20%或25% 我都不建議高墜 那是否只是一金一銀可以考慮呢 其實來說 看一看 這麼多博彩股來說 如果真的要選的話 銀魚是最好的選擇 金沙也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其他很多博彩股都下跌了很多 如果你說 好像美高梅這些股價也下了不少 永利也下跌了很多 你說在組合裡面 輕輕地賣少少 作一個中線的部署 問題真的不大 但如果資金得一注 你要重錘出擊 你駁去現在見底能夠反彈的話 不是說不行 不過近期來說 低位上來的幅度已經很多 再買下去 會不會是一個反彈的周期當中 接近高台阻礙你買呢 買完之後 它如果不升或者不跌 但你就一直在高台上整股 如果牛皮兩天當然沒有相關 牛皮只有一個星期或十天的話 心理壓力會大 因為股票一向都是這樣 不升就是跌 不跌下去就是升 從低位上來已經說了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你再摸高買下去 你當然擔心它會繼續上回吐 一旦回吐3至5百分比 不知道走好還是不走好 既然是這樣的 最好暫時來說是觀望 因為前一個階段累積的升幅已經不小了 你好像銀魚那樣 由十九元零兩先 一個反彈去到二十七元 頭疊未計 五十個百分比 差不多 升了五十個百分比 你才再買 萬一有二三十個百分比 反復的話 吃虧的便是自己 明白 等下跌跌才好去鬧 謝謝郭Sir 你的分析和你做回申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是沒有的 好 休息一會 近日再次問答環節 待會再和大家見面